大家好 我是五仔 可能转入直路最后50米了 过了终点了 请大家给个赞 支持我们的广播 最新消息 有个叫做叶柯定 还是叶柯宁 叶柯宁 叶柯宁 有人说是尿兜宁 有很多身份 但是样子是被人铺出来的 有肥婆拿了阿妹的身份 还是谁的身份 然后假扮人 假扮这个假扮那个 还爆了原来有重婚罪 请大家给个赞 支持我们的广播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拉德 有人说在大陆还没离婚 拿了另一个名字来香港 然后现在和可白结婚 有人叫她做华嫂 她的老公叫华 开定香槟 有人说翁女俠也有份 说这件事是犯法的 对啊 对啊 听完翁女俠说 立即兴奋醒了 没有试过这么久 开心 对啊 很久没试过这么开心 就是说 她这次是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 听听翁女俠说什么 因为现在的报告都追到追不及了 对啊 要一起听听 对啊 对啊 你六月出生的嘛 你找老公 把你六月一起庆祝生日便好 对吧 你老公是九月的 对啊 最重要不要赌钱 赌钱不要 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 因赌博在乡下那里 你老公说你喜欢赌钱 这样 不知道你行政拘留了多少天呢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教你做YouTuber 做YouTuber 你可以分享一下行政拘留的经验 原来在中国大陆行政拘留 有什么吃 有什么玩 有什么学 你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大家都会很想听一下 嗯 好了 今天就不讲这么久了 因为我 翁女俠原来找到她的真正身份 哎呦 糟糕了 找到她什么时候出生 她老公什么时候出生 原来肥婆在大陆行政拘留 因为赌钱 哈哈 这么搞笑啊 但是她老公那里还没来分 你来香港用了另一个身份 用假身份 这次真是可以抓的 这次不是最后五十米 拍照了 卖到终点了 不断赞啊 翁女俠说 正啊 帮忙补血给武器 哇 哇 翁女俠整套过关武器 大家顿时身心舒畅 精神爽力 即时年轻十年了 大家说的 好笑了 华嫂要叫她做华嫂 不用叫何太了 何太真正身份是华嫂 那个老公原来还没离婚 那样 大件事了 大件事了 其实俄马有反击的 就说被老屈用别人身份 反击又说 我老公叫我 叶首定 自己改叶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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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了 但她说话 就不太相信了 不用相信了 不得太相信了 对吧 嘩 网红真的网上我网了 大家跟她打招呼 有个个人叫她做华嫂 不过这样说 华嫂可能封了华嫂两个字 是不是 你打了出来她未必看到 是啊 不断胜赞 翁女俠 听听听人家说什么 很多很多很多的 资讯在小红书那里已经广传 听听 大家可能跟不上 没声 两个名字都是我一个人 老公 你知不知道有个乳名 有个书名的吗 上学时间就叫叶首宁 叶首宁 叶首宁不是小小的 我七小的 我爸爸在那里 这么简单 是不是 哼 都是我一个人 真是这么无文化 常人来乱我 我说我什么道用人都有 小红书 河马曾经直播中说过 他从来没有入学校读书 这样上学的时候 一个名字小小 又哪有另一个名字呢 就是说他吹水 读书一个名字 自己跟着一个名字 其实他用了别人的名字 这个说法 用了别人的名字 这个说法都相似 都相似 不断洗版 话嫂回你妈妈那里 没得选择了 你说你甘心被人利用 你终于一无所有了 蛤 现在全民开香槟了 咦 老公叫何志华 又是 又是姓何 何志华是不是家暴他那位前夫 他说 我们已经跟不上了 那些资讯已经 又有传 何马本身就是 不能生 去生殖科 拿着大陆身份证 何马仔 又是他的儿子 蛤 何马 何彤 又不是他所生 没得生 我马上不像这一集 和大家一起追捕 没见半天 做网红 不能有黑历史 现在被人一见一见 揭开 可博华 真是丑屎怪 何马讲话 常常谈 常常咳 因为太多大话 说中他 说粗口 自卑变自大 就是他常态 他所说的行得正 站得正 就是用了人家的名字 用正途来香港 那些网友已经打完大陆 女子监狱 那些资料 叫他快点洗好8月15 以及他以前都已经坐牢 应该看到就是 那些资料 好爆 好爆 有些网友说 华嫂华哥 在深圳找你 现在 何志华太太 浙江落的儿子 保重身体 很多东西 何太清姐自清 别管黑粉 接着人就开始说 华哥 华嫂 华嫂 华哥找你 喂 对了 另外 看看还有什么 何志华找你 未离婚的老公 阿伯你醒未 何伯醒未 阿伯真的不知道 原来还有另一个老公 真是 看到这些标题 哎 你真是 吓死你了 真是吓死你了 突然间 那个剧情 大急转 厉害了 所有部门要行动 用假身份 哎呀 真是 这么快呀 玩多一个月左右 如果人装并乐的话 一个星期 左右就被人拘捕了 然后就没什么好玩的了 其实连电脑也是这么说的 你要用别人的假身份 其实也有些原因的 他一说 就告诉你 AI这么说 一个人假冒别人的身份 第一 欺诈的目的 这个最常见的了 假冒者希望 获得更多的金钱财产 其他的利益 盗用他人的身份 来进行行骗 像不像 都好像像 逃避法律责任 有些人可能冒充他人的身份 逃避某些法律责任 可能会寻求一些庇护 逃避追捕 以及避免支付债务 情债啊 还是不清楚了 可能你那边还没离婚 我只能换个名字 就可以去其他地方了 其实说真的 如果这样跟黄青霞 其实根本没什么分别 黄青霞也是高调的人 你这么多黑历史 你哪可以高调 做人低调不行 低调换不到钱 做穷光蛋 你高调 你被人查了 当然怎样 何知我认识的老师 一夜负七八二元 以前的事 你还没离婚 那怎么办 现在重婚 大陆也要坐牢 香港用完假身份 坐一夜监之后 大陆可能再坐牢 但为什么他可以到香港 这个是似是而非 社交情感需求 缺乏自信 孤独假冒他人 以获得社交认同 这个就不是 如果他不是叫叶阿玲 说自己是叶翠翠 那可能是 叶翠翠翠 香港是叶翠翠翠 那就叫做社交情感需求 这个就不关他事 他没有什么自我价值 他那个名字 基本上这个就是其他的因素 另外是权力和控制 假冒身份 可能获得权力和控制 哦 公安厅认识很多人 公安厅认识很多人 公安厅竟然起不到 民间 真的很重要 雍女俠真的挺厉害 又被他查到 谁都得罪 有些人你得罪不起 肥婆 我说 你竹虫入屎阁 我就是想起霸契歌唱的歌 让我来唱几句 何马冲动 今晚吊你个屎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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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霸契歌是不是这样唱 他在塞车 何马冲动 今晚要进你个屎阁 唱得挺好 你還不捉蟲入屁股這次 其實你有黑歷史你真是不能夠出名的 這是一個按鈕的行為 另外要用假身份 政治或社會動機 有社會動機 他偽裝得到他人的信任 他不是的 他要真的有身份結婚 你不就很著數 混蛋去美國又用另一個名 叫做Live 樹葉 Live Orling 中文名、英文名、英文名 又可以再嫁到老公 是不是很著數 滑滑滑滑 有機會冒充他人身份 是報復和傷害他人 這就不知道他有沒有 有些只是想玩玩 是娛樂的 娛樂大眾 他現在也不知道算不算是 搞這麼多東西出來 我們最喜歡看人被捕 不是說害狗 你犯法 當然要成之於法 你當香港 中國香港 那些法律流 這樣是法律如無物 你今次說什麼都不定 水洗都不清了 死定了 但無論怎樣都好 搞不定 他人身份 是一個道德和法律的問題 可能會被 慕名者和社會 造成嚴重後果 千萬不要以身事法 你死了 肥婆 你死定了 你老公在找你 話嫂 你老公 翁女俠和我們都在找你 快點交出你的真正身份 越來越精彩了 翁正正 整個這麼的驚喜 可能 他整晚都睡不著 現在 現在全天都在說 啊 翁女俠還有些事要聽 我們先聽一聽 因為我還未聽 我也想知道 好 好了 今天是沉人第二個 第三個沉人 我要幫一個姓何的人 找老婆 你知道 最近多了很多何家親戚 何家公家何家差 這個叫做何志華 他在1980年出生 9月出生 他老婆也和他同年 他老婆6月出生 我們叫華叔 華哥 華哥找華嫂 華哥他住在陽江市 陽西縣 在那裡住 他有個老婆 跟他結婚 這個老婆2018年 拿著雙程證 多次往返香港 都去了5次 那時候都好地地 兩夫妻都很不錯 但不知道為甚麼呢 直到2019年的時候 就開始古古怪怪 就是這樣說 嫂子 你老公找你的 你老公其實都很想念你的 雖然你是 可能生育 生育 你生不到嬰兒 但這個不要緊 這個不影響 不影響你的婚姻 可以這樣說 也知道 原來你連戶口都轉了 你已經不在陽西了 你去了沾江 你連戶口都去了沾江 你去了沾江那裡 是串金赤土路 那條路都挺好聽的 就是串金奴說你搬去那裡 但是你搬去地址 你又不出聲 你老公其實都很想念你 都知道你很想要嬰兒 你去年 2023年2月 你不是在沾江那裡看醫生的 你都是看這個生殖科 你很想要嬰兒哥 但有時候 一個女人的價值 不在於你有沒有嬰兒哥 你沒有嬰兒 不要緊的 阿華哥一樣是對你這麼好 不過一件事要說清楚 就是阿華哥就勸你 不要賭錢 真的不要賭錢 你2019年 鄉下站江那裡賭錢 搞到行政拘留 是不是 你這樣 真的阿華哥很傷心 老實說 你們 大家都是姓何 阿華哥是姓何 不是姓何 是姓何 是姓何之華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 你可能有些想著澳門 但是不是澳門的 阿華哥是農民來的 他的戶口是農民來的 農戶來的 阿華嫂你又連戶口都轉了 你現在都不是農民了 那就好 但是我又覺得奇怪 你和阿華哥在大陸好像沒有離婚 根據阿華哥說 這個正規檔案上面 你和他還是夫妻關係 你究竟看醫生的時候 你還是在用大陸身份證 你的戶口不是應該取消的嗎 你如果真的在香港結了婚 你戶口不是要取消的嗎 你香港是怎樣結婚的呢 你記得一次還是兩次 人家說你有個兒子很大的 十幾歲 那是你的兒子嗎 我覺得不是很像 是吧 阿華嫂我真的很想找你 你如果聽到的話 你可以不用找我 你找回阿華哥 華哥就拿了一個暫住證 早前就在福田那裡打工 那現在你知道 鄉下很少人種東西 那些經濟都很一般 那如果有手有腳 有氣有力的 都四十幾歲 他出去福田那裡做事 都是想養個家 都是想讓你有個安好的生活 是吧 那如果你們是未離婚的 那有這個婚姻關係 當然當然 不過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有人告訴我 你在香港結了婚的呢 那大陸的老公怎樣 是不是未離婚的 還是離婚的 但是為什麼大陸沒有記錄呢 還說你是阿華嫂這樣 還說你還貴啊 你其實真的很幸運 你有個朋友 住在你旁邊的 這麼巧他跟你同名同姓 那些人還找錯他 走去找他 說這個是阿華嫂 那這個肯定不是華嫂 是吧 怎麼會是華嫂呢 那個跟你一樣的那個 是做成衣的 是吧 他的戶口還是農民戶口 是農戶來的 你不是的 你轉了城鎮戶口 你買屋還是怎樣轉的 還是你不在鄉下住 你就搬遷了戶口去站江 是吧 但是你的朋友 就是埋成衣的 我都告訴那些人 兩個人來的 你為什麼同名 都不同出生連日的 你的朋友大你很多 你的朋友七一年出生的 你八年那樣 你小很多 所以那些人 真的把人當作風濕 你同名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名字好 他的名字叫翁靜靜 比我少一點 哈哈哈哈 唉 就是 你好得罪不得罪 你得罪一個正義到 不得了的女俠 你玩完了肥婆 我一聽完這段之後 是啊 被人起底了 兒子不是他的 他生不了兒子的 可白 這個鬧劇也是時候完結了 如果這樣說 肥婆都會被人拘捕 相信很快 都不是 你用了別人的身份 走下來香港 行使虛假文書 你認識哪個公安 可以保得到你呢 這次你真是大件事 還有些時間可以玩的 沒被人拘捕的時候 我相信還有些直播 但是很快 真的 最後直路拍照 就贏了 我們 好耶 哈哈 完了 整件事完了 跟著說 那些 河太太被捕 出庭 怎樣 然後 可白 那些之後發生的什麼事 那五個子女 接不接回老爸 在老人院裡住 然後 然後 就是 那個 監獄的 那個 內幕曝光 生活環境 說完了 因為黃青霞之前都是這樣做的 做人不可以太過屁股鬼的 你有恩就有果 不要自己的老公走來香港 老公是農民 搞這些事情 所以一個人壞到極點 我們其實聞到味道 一早就聽他說話也知道他是有問題 但是想不到 你身有屎 你敢死你 就跑來出名 你說他有點弱智 我也相信 輕道 懂得罵人 但是又懂得找 小朋友 找小朋友 然後騙一間公屋 那兒子是誰 你應該做什麼 完全感受不到 你不認識 你不認識 老闆整件事 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個 肥婆和小朋友 有建立過一些愛 在裡面 有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是沒有 你多不喜歡小朋友 完全不像老母和兒子 那種關係 幾句說話而已 你敢說 你敢說 臨路入化蟲 那兩個不像母子 是啊 然後說什麼 傻笑 那些弱智我信 你管他做什麼 從來沒有交接 因為小朋友 如果直播什麼 很多人應該是兒子幫忙 就是電腦 像是有些問題 這樣用假身份 在香港你怎麼都可以拉 那間公屋怎麼都可以收 我想他可能有機會 成為第一個 在香港被人取消身份證的人 如果玩得這麼嚴重 因為本身 他那個 身份不是他 大陸有戶籍 那這些身份證 不能給你 那你現在究竟在大陸坐牢 還是在香港坐牢 如果是這樣的法例 還是在香港坐牢 然後回大陸再坐牢 這樣搞不定 凡事太盡 緣分勢必早盡 是啊 你不出名 其實沒有人會抓到你 你出名就會抓到你 這次沒有人報仇 都搞定了 但是最後還是要 那些 即是戒王神 那些神級人物幫忙 那些雄女俠 那樣 我覺得在整件事上 我一開始都說 封網那一招 其實封網也不夠厲害 因為他們已經是 我在想 沒理由這麼夠僵 如果你自己身有屎 還夠膽出來 誰知道黃青霞也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 個人個人也是這樣 騙子也是有一種 挺而走險 覺得自己 我一次就會覺得骨 我每次都覺得骨 我的官吟託賞 神仙下坊 鵝有朝天骨 都槍不入 怕嗎 現在你跑到哪裏 這件事 完全是 一拋清袋 就完蛋了 是啊 不用再搞了 曾經賭到行政拘留 難怪的得 開口開口都說會跟人賭命 又经常说在微信抢红包玩啪牌 很开心,今天是180度逆转 现在说要帮河马做功课,入境处,婚姻注册处 帮忙打资料去那些地方,然后说这个女人这样 明天警方会不会去抓人,你还敢不敢去报警 一回来香港就会报警,每次都是这样 阿伯以后还可以帮谁洗底褲呢? 阿湛江华嫂是人家老婆,假资料重婚罪 重婚罪怎样坐法呢? 因为我又不是大陆的律师,我找资料跟大家说 重婚罪在中国 这个不是,这是台湾的,看看中国的 中国重婚罪 哦,台湾判重一点,中国判厉一点 不,台湾重一点,中国没那么厉害 有配偶而重婚者,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他结婚,处于两年以下有其徒刑 两年以下 那什么呢? 假身份又怎样计算 他不是只一单 假身份 黄青霞那里也坐了三年 那边加了两年,五年左右 假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哦,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其徒刑 哦 那就加上十年八载了 原来 两单,加上 偽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 駕駛执照,三年以下 他说情况严重,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还有会罚款 港大说保佑你成为穷肝蛋 可以了 求人得人,观音看着你 那当然了,一定会罚 挺好的 大家都找到最好的结果 这样政府没办法不做事 这个一定要做 收回他的福利 那儿子不是他的 那儿子真的 放回他一个适合的地方 阿伯那些 其实肥婆坐牢 阿伯仍然会有人追踪 看看他去哪里 老人园就比较安乐 你还可以进去认屎认屁 没有的了 你没有别的路 不过有个妥善的处理 希望子女 因为你老爸经常说 说些不太吉利的东西 我们也不想见到阿伯 因为这样而揹 其实 蔡翁失马焉之非福 做人也有点慈悲心 跟阿伯说 你这个肥婆被抓了 你也不用揹 一个有问题的人 有人离开了你 其实是告诉你 这个是骗子 一早就已经是骗子 你这件事是有好处的 但是 上次李隆基也是这样 我一定会和他结婚 你这些青天白云发生 你这些人都会忽 明点醒你的 你这个傻的 有个骗子在身边 还是这样 阿伯今次也是这样 你估计阿伯也是这样 你真是一世都学不着 肥婆说 我们每个都在帮你 不是破坏你的家庭 你自己破坏你的家庭 每个都在说个事实 你不能够全世界都是坏人 这个事件是因你们而起的 看到剧情相当精彩 这个世界是需要 真理越辨越明 有些事情要找的 有人说 有新角色 有阿华哥 当然是新角色 连河马都变成华嫂 还不是新角色 没有的 这件事就玩完了 你真是 洗好8月15日 没有的 真是 真是 这么快就玩完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娱乐新闻 好 对了 你现在说什么好呢 凡事太尽 缘分使必早尽 你好好地做人 都还有得搞 现在就没得搞 你不搞人 人家不会搞你 你真是辣庆 翁静静把火 他是最喜欢去找真相的人 你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正常人的 第六感 直觉 就知道你是有问题 不过我们不会真的去找 我五仔最没什么 我说粗口屌 你就算 發洩一下 大家想说一句 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找到内地的资料 户籍 就是令我们失望了 果然我的祝福是有用的 记不记得我每一次最后说什么 祝肥婆乘之于法 今次成功了 离开不知